近年来市面上出现了一批添加玻尿酸的食品 吃出水光机成为一大卖点 在某购物平台上 有不少卖家正在销售此类产品 记者随机点击一款透明质酸饮用水的链接 发现其广告语中暗示 产品所含的玻尿酸成分可以给皮肤补水 并建议每天饮用 这到底是美容新方式还是智商税 对此专家表示 玻尿酸食品可以起到美容效果这一说法有待商榷 当那个玻尿酸 它出现在保健品当中的时候呢 是允许声称能够改善皮肤水分的 这一点不算违规声称 但是呢 它用到普通食品当中的时候呢 它要说我自己喝下去之后 我就能够喝出水光机 这个呢 就是在打擦边球了 玻尿酸在人体最后代替的产物 就是二氧化碳和水 那么这一项它是一个清水性非常强的一个 组织成分 然后就让我们在关节液 在我们的这个眼球里面 代替其他都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成分 假如这些产品啊 就是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改善皮肤为无敌的话 那么如果是通过胃肠道吸收 真正进入到我们的皮肤屏障 能够有多少的残留 可能是一分之一或者更少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清理安慰 李维维进一步解释到 玻尿酸又称透明质酸 目前在医美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 但并非通过直接食用的方式 医美的就于透明质酸的补充 应该还是一个涂抹类的 以及或者是透皮的给药的方式 以及我们的比如说做容量填充 我们的生成注入的方式 这样说更合理一些 因为玻尿酸最开始的时候 它的适应症就是我们的 改善我们的皮顺钩的机型 做填充用 第二大块就是我们说皮肤的管理 皮肤的组织填充 针对于我们的现场的产品来讲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水光针 达到一个改善肤质 主充我们皮肤需要的基本成分 达到一个皮肤的含水量增加 皮肤关热度提升的一个目的 记者查询发现 2021年国家卫健委将玻尿酸的使用范围 从2008年批准的保健食品 扩大至乳及乳制品 饮料类 酒类等 专家指出 理论上说服用安全剂量范围内的玻尿酸 没有问题 但有些人群不宜使用 同时建议民众不要对此类产品 抱有太大的期待 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更为重要 每天允许的剂量是 不要超过200毫克 孕妇 乳母 婴幼儿 这三类人群 他服用玻尿酸的安全性证据 还不够充分 所以这三类人群 从风险预防的原则出发 就不要口服玻尿酸了 只有当我们均衡散死 充足睡眠 美好心情 适度运动的时候 这个皮肤才能 就是水嫩水嫩的 光靠这个吃玻尿酸 不管是你打 还是你抹 还是你吃 他都担待不起 你那么大的心理期待